你先问吧 你好 你哪儿不舒服呀 口干 口干 干了多久 十多天了 十多天了 除了口干还有其他地方不舒服吗 四肢无力 四肢无力 会有头阴头痛吗 没有 有带血吗 昨天晚上吐过血 吐过一次血 什么颜色 暗红色 你忘完了吗 我差不多 还有什么呀 是 考虑就是 条《疲刀病》 他还不止boy 这次主要是 啊 行 大会再来看你啊 这五床 你病辰好了 主要什么问题啊 条《疲刀病》的头痺毒 怎么诊断上的 就是 就是 整个人就是很不舒服 进来的人都是 喔 卢亦生被都笑了 这个病人就几个去向 住院 出院 我现在在打 喂 你好 我急诊有一床病人 需要给您帮我看就可以吗 五床的嘛 好好好 谢谢 内部命的老师说 现在检查做完 现在说 你要自己判断 我问你能不能出院 那肯定不能出院啊 你自己就自己想想回答我的事 怎么样 过两分钟到门口谈话区来一下 你们汇报一下 你们自己手上病人的进度 现在给他降堂降到了18.1 然后呢 然后 同体是一个家 然后等那个他那个报告CT出来之后 因为他已经做了 然后还没有出来 他出来之后 然后给内封密的老师打个电话 然后看他们怎么说 然后到时候再转到内封密科 因为他个人意愿是要住院治疗的 虽然病例有特殊性 但是你们手上三个病人 有简单的 有复杂的 这个东西推进 都是要你们自己去推进的 不要人来帮你们 你那个病人其实是最简单的 然后你的推进速度太慢 现在已经两点三十四分了 如果这个病人今天没有内封密科 住院住进去 那就是你的问题 五点以后是不可能住院住进去了 你都往一吃吧 那就留下来了 你得交会下一半 然后明天早上还会有这个病人 意味着 我们的一张宝贵的急诊室抢救床位 就被他占掉了 有更需要这张抢救室的病人 他进不来 我们急诊不是有病房吗 急诊病房不受这样的病人 因为我一直以为急诊病房是会受病人的 小谢怎么了 不要以为 任何事情不要去以为 所有的错误都出现在以为身上 我就告诉你 你不用跟我讲其他 你就是没有坐到位 小谢是不是刚才真的好像有点情绪了 我觉得还是因为前边他们在各个科室的时候 一步一步的是被呵护着去教导这成长的 家长式的主人 对 然后到这来忽然间 全部打倒 又从这开始 我觉得这个落差是太大了 强烈的反差 也恰恰可能是急诊的原因 对 卢老师才是这样的一种工作的态度和方式 对 其实在一般的病房来说 咱们培养的可能是这种反应能力 或者是这些临床思维 它是有一定的时间 但是我觉得这个在急诊 他培养的是快速作战部队 对 他教学方法不能一样 所以这个就是急诊代教老师 我觉得必然的一个风格 其实我觉得谢续超会有点情绪 我也能理解 那为什么呢 其实卢主任呢 他的这种的说话的方式 其实是略带有点反问式的 嗯 对 就像就像他跟刘畅说的 你都不签 那等患者 就是那或者 咱们一般人可以说 你应该把这个签上 嗯 这个叫直接告知叫给你 但是反问式的他 其实印象深刻 对 哦 对 像小谢这么的情绪 一直都不澜不惊的人 都会进入了这样一种状态 可见他们集体 确实是进入了一个压力 非常大的一个场景 我觉得可能不只是小谢 感觉其实他们是进入一个新的环境 然后又高强度高压力的情况下 出现的一种很不适应 我倒是觉得能够理解 因为我自己当时啊 在这个急诊学习的时候 我觉得也是一样的表现出 有一些这种慌乱 因为你毕竟没有那么丰富的这些经验嘛 甚至包括很多流程 嗯 其实你包括跟病人谈话 你看刘畅他都不知道应该坐哪谈 他不知道 嗯 这些都需要适应 对适应 陶医生在急诊室里面的去向 这个解释一下去向他这个什么 因为你不可能把急诊室当成所有的病人的这样的一个储存所 你必须得代表蓝尾炎的 我得赶紧弄到普外科 他得接受手术 或者是糖尿病的 我的隔旦内分泌科 他得去接受他的降糖治疗 他得有一个去向 要不然的话你成了厌腮胡了 嗯 所以你必须得快速判断 而且赶紧通知相对应的那个科室的医生过来 分流出去 嗯 分诊 所以它其实是一个动态的一个平衡 如果像小蟹这样止进不出 那可能明天急诊就没法运转 对 再大的急诊都不够不够收的 我们最怕的人啊 反而不是急诊主任 嗯 我们最怕的其实是护士长 护士长 真的 急诊的护士特别厉害 他们就是 他们那个专业储备 说出你的故事 急诊护士的专业储备 恨不得是全然 我觉得最强的一个可是 他们见过很多突发的情况 而且他会考你 对 毛毛在急诊轮转过 轮转过 多久啊 四周 但我是 我们男生排夜班比较多 那不更崩溃吗 你觉得那可怕吗 我的意思说是那个节奏 确实 确实很可怕 因为它有各种各样的原因来 来的 第一天去夜班 我什么都不知道 反正就是很懵 先清点什么仪器什么的 也不会 老师也没时间教你 全靠自己摸索 还是需要一定的时间 就是适应下来会好一些 其实我到出科的时候 也没有适应得很好 所以在急诊室经验非常重要 对吗 因为你看张恰 就会跟其他的医学生们 就形成一个比较不一样的对比 相对从容 刚刚看的时候 就觉得他展现出来的 那个人文关怀的部分 一下就特别让人泪目 尤其是跟他之前那个变化 你看他 很大的反差 特别那个轻声细语的说 别怕没事 我慢慢来的 真的 如果我是患者 我肯定觉得虽然我伤口还在 但我的心在愈合 对对 所以患者从开始就控制不住哭 到后面默默自拍了一场 所以急诊心的工作环境 工作节奏是非常难的 我们今天看到的 其实直指是A组的表现 突然有点不敢看B组 在我们下周当中 我们可以看到B组医学生们的表现 他们会遇到怎么样的挑战 就让我们期待一下 他们接下来的表现 熟水好吸收 本节目由135度超高温煮沸的 康师傅喝开水 独家冠名播出 Bye